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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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又買了一個新的 框體 那它會這麼大一箱的原因是因為 它已經都組裝好了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DIY了 算是比較方便啦 也不用花時間 那比較特別的是它裡面原本搭配的是 潘朵拉的一個主機板 那我特別請這個廠商不要附主機板 因為我自己一定有先準備了一張 這是我之前有開箱過就是 現在市面上算是最強的 又有光跑的3DW的主機板 那如果說不了解的話也可以看一下這個影片 OK 那我就先把它拆出來給大家看一下吧 好 指向拿出來的話就是這樣子 那它裡面呢有附這個 彩色的這個說明書 然後還有電源線 跟電供應器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它有附一包工具包還有一包代幣 所以有一包代幣的話 代表它就是可以投幣式的 好 那我先把它拆出來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機器的這個外觀 那它的設計非常簡單 它就是正盤兩面呢都是採用17吋的螢幕 那兩邊分別都有一個搖桿跟六顆按鍵 那上面還有三顆輔助鍵 就是投幣鍵 暫停跟開始鍵 那比較特別的是它EP呢 它有多一個音量旋鈕 也就是說EP是可以控制音量的大小聲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側面 側面這邊你可以先看到它這邊會有一個鑰匙孔 它裡面會有一個鑰匙 可以直接把這個蓋打開 那當然這個部分呢它裡面放的是主機板 跟它的一些線路 那但是因為我買的這台它現在是沒有主機板 所以我們待會裝進去我們再來看 另外一面呢它配的呢就是一個投幣器 那下面這邊就是一個錢筒 也就是說投進去的代幣跟這個硬幣呢 都會直接集合在這邊 所以說這一台呢它是具備的就是說 可以讓你在家當家用機 同樣它也是可以投幣的一種引力的機種 好 那就先等力喔 我先把這個主機板裝進去 我們再來看一下它的開機效果吧 好 那我已經把主機板裝進去了 我把鏡頭拉近一點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其實它裡面呢 這些線路它其實都整了好了 你只要把對應的主機板放進去 然後把線都插上去就可以了 當然你也可以不用像我這麼折騰 我是因為我覺得這樣主機板比較強 所以我就請它不要配主機板 我自己放一張 同樣的如果說你本身像我一樣有買過這一台機器 你也是可以把主機板拆下來 裝到這個框體 是可以用的 那它後面呢 這邊側板還有設計兩個 一個是USB插孔 因為這個可以執行三人四人遊戲 所以這個USB是可以外接的 那還有一個HDMI孔 可以讓你輸出到大電視 都是相當方便的 好 那這個就是剛才說的 就是可以把它鎖起來 好 那這邊可以看到它的電源線 電源孔在這個位置 開關鍵在這裡 就把它開機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開機以後呢 它預設是投幣模式 所以你是不能夠控制的 你必須要投幣後才能控制 好 投兩個代幣這邊就會顯示 遊戲幣已經有兩個次數了 那我們就可以進去 我們要玩的一個遊戲 好 先隨便跳一個97 好 那現在這樣進來 就是完全都是可以正常操作的 好 那這邊呢 EP才有一個音量懸有的控制 先把它調到沒有聲音 好 調到最大聲 就是可以從EP去做一個控制 好 那現在2P要怎麼出來呢 好 一樣 好 這邊會有一個開始鍵 但對面也會有 好 有沒有 看來這樣就 對面的就會出來了 好 那我就先對面隨便選擇 好 那這個就可以正常控制了 好 一樣 移到2P的位置 好 那2P一樣也是可以控制的 好 就這樣子有沒有 就是變成它就是把過去傳統街機的那種 面對面呢 直接複製到家裡 好 那要退出遊戲呢 就是常按這個STAR鍵 好 我們可以按B鍵 退出 好 就這樣子其實是 還蠻簡單的 好 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可以外接它們的這個USB手把的 好 這邊會有一個USB的插槽 好 我們就直接把它接上去 好 接上去以後呢 它這邊會顯示已經有連接了 那這時候手把呢 就是可以控制了 好 先隨便點一個遊戲 好 那這台呢 其實它定義呢 是家用街機 但是我覺得呢 它也適合當盈利的機種 因為它旁邊是有投幣器的 只是說如果要當投幣的話 可能要去申請 好 我印象中應該是這個東西 就申請完 你就可以把這個遊戲放出去了 好 那其實就算 不盈利放在家裡 也是可以當成錢筒 其實也是蠻方便的 就小朋友玩的話 可能要表現得好才能給它代幣啊 除了代幣以外 它也是可以換成是台幣 那只要改一下 投幣器裡面的配置就可以了 這個其實有興趣大家也可以摸索一下 好 其實它遊戲的內容啊 跟這個軟體的這個版本 大家有興趣參考另外一個影片會比較清楚 今天主要呢 是給大家看一下它這個框體 因為它這個框體真的是 設計的讓我覺得蠻喜歡的 就是整體來講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跟之前我買過一台 它是壓克力的 其實壓克力做的是蠻好看的 但是它鐵製的做的是比較堅固一點 好 那它跟壓克力的比較起來是 它有做了兩個升級 第一個是壓克力的話 它擁有的是10吋的 那這一台呢是17吋的 所以畫面上 視覺上來講也會比較舒服一點 那再來就是 上一代呢 我這邊做一張圖給大家看一下 上一代長這個樣子 好 那看過上一代的話 應該知道說它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 它的比較小的改良就是 它多了一個這樣子的投幣器 所以對新的機種來講 它的延伸性又更多一點 而且呢 它整體來講也比較重 所以說如果你真的是放在店裡 要引力的話 你也比較不怕被人家搬走 好 這是有兩個這樣子的一個 差異器 那其實各有優缺 大家都可以自己去評估看看 好 那這個打開呢 就可以看到剛剛的這個代幣 好 這就是這種投幣器 這種框體的一個特色 好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價格 那它原本有含PANDORA系統的話 大概是9000多塊 那因為我是跟它說 我自己有自備主機板 所以我單獨買這整個框體呢 是 呃 8000多塊 我覺得其實CP值來講 還是算蠻高的 好 因為其實 兩個17寸的螢幕 然後兩個大搖桿 跟一個他們自己開模 這種鐵製的 這種框體來講 我覺得是還OK 那這邊的部分 我已經打開給大家看了 就是如果你自己家裡本身 就有優光寶爾的 系列的產品 或者是你有那個 搖桿型的 其實你可以把它主機板拆出來 然後裝到這個框體 就變成它 一來可以當成成千筒可以投幣 然後二來呢 它是自備兩個螢幕 那再來第三個好處就是 可以兩個人這樣面對面的對擋 其實它又是另外一種感覺 它這個機器是叫插電的啦 所以說 如果要帶出去的話 可能要考量到有沒有插座的地方 不然我覺得 如果它是充電式的話 可能效果會更好一點 不過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這樣的框體 我自己個人是還覺得還不錯 還滿滿意的 就做一個簡單的開箱 給大家做一個分享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多多關注 小弟的這個影片 然後我盡量都會找這類型的產品 因為我是還滿喜歡玩這種機器的 好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各位的收看